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生而渺小 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答案 却也在回望之间 见证着时代的伟大 那些梦想和困境 失忆和荣光 早已成为时代的主角 时代之下 到处都是赶路的青年人 新时代青年说 青年一百计划 第三季 我们先从跟足球结缘那件事开始 好 其实小时候我没有想过要踢足球 然后跑八百一千五 被选上了去 说要去杭州 十二岁 十二岁左右 十一二岁吧应该 十一岁左右 然后我当时觉得要去杭州了 我就很开心 然后说我跟我爸妈说我要去 去了之后发现大家都拿 艺人拿着球 我当时都懵了 就不知道踢球是什么东西 足球我从来没有接触过 然后我爸就跟我说 就给你一个月时间 你要不喜欢你就回来 但是我当时没有想到 要去 我觉得足球这个东西就是很大的魅力可能在于我觉得就是有同伴对你的支持 就是相互之间一种信任的关系 因为你要知道他来接你的球你把球传给他就是一种信任 没关系 没关系 再来 然后你就会听到没关系 因为人都会有失误的就是很正常你自己也会有失误你没有责任 你也没有什么权利去责怪别人 膝盖什么 谁啊 马上去 啊 是不是啊 没什么 就人家惨了他一下膝盖给憋了 我去看一下 我们其实算是一起经历过就是比赛吧 就是你就是一起训练 就这种感情其实很少 有一点有一些种的不是很种的 那以后我能走我都走不过去 作为队长第一个就是要先做好你自己 队伍有什么事的时候你就需要去帮忙啊 就是要去做一些然后多上心一点 我觉得就是每个球员身上都有值得你去学习 十个梅西在一个队可能你这个队不可能拿冠军 你十个泽罗在一个队你也不可能拿冠军 球队就是需要这样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位置的职责 他是干这个的 他是干这个的 你只有把你自己的位置上的事情干好了 你这个队伍才会好 上海 啊 啊 台湾 然后像我们有一些就是从小一起踢球一起玩到大 所以就是比赛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在想对方的一些弱点 或者是其实都很知根知底 比如像昨天的比赛 我们可能场上都要打起来 但是到了场下还是会关系很好 今天虽然是一个中午而且竹场有所变化 但是依旧是有不少的球迷 今天来到了现场为江大加油祖威 我们踢球的时候是真急 不管你是谁 就像我们今天关系很好 然后场上要吵还真吵 要踢还真提 反正就是这样的状态 因为我们知道球场上就只是专注于那个球 我去争那个球 去争夺那个球 你想要那个胜利 因为运动员嘛 都会有那种很争强好斗的心理 而且竞技体育很正常 就是胜者为王 所以就是当你觉得 可能你比完这次比赛之后 你还觉得你没有拿到这个冠军 你会不干的时候说明可能你做的还不够 我觉得这也不是我们的状态 我觉得其实胜利对于我们来说是最渴望的 但是更渴望的就是希望可以看到大家一起去为了胜利拼搏的那种精神吧 那种状态 我觉得那个才是我们想要去呈现给大家 胜腔玫瑰它也是体现了那会儿中国女性 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可以用自己的这种行为去创造去改变一个世界 或者说改变这个项目 这个足球的 就是对大家对它的看法的 那到现在我们可能觉得中国女足可能走入一个低谷的状态 但是我觉得胜腔玫瑰它没有灭 是因为我们也一直在 从他们身上传承了一些很多东西在我们身上 但是我们希望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方式去燃烧 直接开到了中路 好球 这下去是吴海燕争到了 争到了 争到了 我们这样子一个点 其实在中路刚才这次争抢是有力度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天武汉的天气 感觉大连队的球员有一点 比较跑得不平 对吧 对 但是武汉队的球员应该说比较习惯这样的气候了 对对对 希望我们可以有好的成绩 这个是理所当然 我们希望在世界杯在奥运会上有更好的成绩 第二个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 可以让顿多的女孩子来踢球 其实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两个 对我来说是一招 加油 加油 你看我们比赛你也能看到就是昨天比赛 看台上有个一百多个人两百个人就已经很好了 但是几乎男组的比赛的话我不说中超吧 就以及连在那些都会有很多的球迷啊什么的去看 因为我只希望有更多人去参与 你参与的人多了 你关注的电影就会自然而然多了 我觉得本身踢球的时光是很短暂的 运动员吧它都是一个很短暂的时期 所以我其实现在是很珍惜很享受现在当下 因为你可能过了这段时间之后你想要再回到球场上想要再有这样的状态 很难的 我以前要是不选择踢球我肯定是会后悔的 因为你不知道你的人生会这么精彩 但你可能不选择踢球了 你可能也会有不一样的精彩人生 所以我对做这件事情我是不后悔的 我现在发现优秀的女孩子越来越多 并不是只能做女孩子能做的事情 男孩子能做的事情她也可以做 其实我是提倡女孩子有自己独立思想的 然后去追求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我不敢说建议吧 但是我只是作为我来说 我是一直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也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但是呢我的初心不变 比如说我伤病 我当时伤病的时候是我十六十七岁的时候 我的膝盖受伤 然后我要做手术 当时我连手术费都没有 因为当时我在试队 因为我当时也是要提神运会嘛 我还是问单位借的钱做到手术 我们当时我们教练对我挺好 就说你就先问他们借 就说比完赛发奖金了 你还给他们 我到现在在想 那个奖金我没有还 还给他们 就是因为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 你也会迷茫 但是我当时很坚持 就我要去做这个手术 因为我觉得我康复完之后 我可以继续做踢球 康复是很困难的 因为你每天就是你压腿 我吸关节要压腿 当时做完手术你压不了腿 只能弯到这个程度 我就很强迫自己去做 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弯下去 然后我就每天怎么办 就怎么着 我就想我要坚持动 我就疼 就是哭着眼泪往下窜的那种 一边哭你也一边蹲着 那个过程是很痛苦的 但我还是坚持下来 坚持下来之后 你又可以回到赛场 你会觉得自己 这种痛苦你都受过了 你还有什么可怕 我还是坚持下来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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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海和浪花一朵 浪是海的蜘蛛 还是浪浪的一朵 你做了这件 踢球这件事情之后 你让这么多的人认识到你 其实他们认识到你的是 你是一个中国女孩 当你穿着你的国旗的衣服 站在赛场上的时候 这种责任感是油然而生的 你唱国歌的时候 你可能泪水都会往下流 因为就是你13亿人 你可以代表13亿人 站在赛场上为国去争光 这件事情是多少人梦寐以求 但是你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你会很特别地开心 而且你会觉得 这种责任是你必须要承担的 你希望国家变得更好 就是你要把自己做得更好 你自己做得更好 我觉得这个国家才会变得更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